昨天凌晨四點多 在新北市汐止區的湖前街 有男子在酒吧黃湯下渡之後 竟然直接開車 想要回旅館休息 現在車子卻失控打滑 高速撞翻路邊的七輛機車 又撞擊到了前方民宅的木製門框 這社區住戶跟主委在睡夢中驚醒 趕快跑出來查看 索性駕駛自行脫困 沒有大礙 也沒有波及到其他的民眾 凌晨街道不遠處 大燈閃爍 緊接著一陣白光過後 迎白修的車失控打滑 高速撞撞路邊花台 九十度側翻四輪朝天 修的車直接壓扁住戶家門前 兩個紅色請勿停車標誌 不但撞傲木製門 兩仔細看車身下面還壓著一台機車 動靜之大社區主委和住戶都出來關心 直到四小時後天都亮了 拖得業者趕到現場花了一番功夫拉起休旅車 底下遭殃的機車才跟著脫困 回到車禍現場當時駕駛從汐止區的湖前街上開上來是一口氣撞翻了總共整排七輛機車 可以看到這個機車它的後車箱是完全破裂民眾的愛車損失慘重 事發在八號凌晨四點多二十九歲李星駕駛在酒吧幾杯黃湯下渡後想回旅館睡覺 卻是酒後開車而且開過頭撞進別人社區 警銷總共派出三車八人到場發行李星駕駛酒測值高達0.89毫克但他意識清楚拒絕送醫 李星男子觸犯公共危險罪訊後被依法送辦 根據瞭解他是從東部上來工地工作的北漂青年 老闆還幫他在旅館租房間已經住了一兩個月 沒想到缺酒駕好險無人受傷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李明星解證書新北報導